好的 我们来看下一条 由于意大利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地区的医疗系统不堪重负 应意大利请求 德国日前出动空中ICU 将重症病人转运德国接受治疗 据外媒报道 3月28号 德国联邦国防军派出一架A310特种医疗救护机 前往意大利的贝加墨 装运6名伦巴蒂大区的新冠肺炎重症病人 前往德国科隆进行救治 A310特种救护医疗机 由空客A310客机改装而来 机上配备44张病床 包括6张重症监护病床 拥有生命监测仪 呼吸机等高端医疗设备 机上还有25个医护人员座位 以及相应的医疗操作间 各种急救物资相当齐备 据了解 2002年以来 德国空军一共将5架空客A310飞机 改装为A310多用途加油运输机 兼具医疗后送功能 一机三用 而且几天之内 就能实现三种功能之间的切换 河南重码电的网友空中骑士提问 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中 美国的医疗船 德国的救护飞机纷纷亮相 这些原本为战争准备的特种设备 到底能够发挥多大的作用呢 其实我们看这些原来的军用的这些装备在抗击疫情当中 主要它起到的作用基本上是一个救急的作用 因为毕竟一艘船它的收制能力相对还是有限的 同样的像这个军用运输机 它突击的这种的运输能力是比较强的 但是就目前来看 各国作为骨干的 基本上还是利用民用的原有的这样的一些体系 毕竟民用体系的体量 总量要大得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